在我们中国历史各朝代的开国皇帝之中,朱元璋可以说算是非常具有传奇性经历的一个皇帝了,毕竟谁也想不到,区区一个游方僧人,说白了就是要饭的乞丐,竟然在几十年的生死拼搏之中奋斗到了皇帝的位置,但朱元璋的传奇性还不仅仅在于他的逆袭之路,在他当上了皇帝之后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人们非常感叹,这个怀惜不一,似乎天生就会当皇帝,就会统一人心, 甚至其恩威手段更是无视了人死债销的传统,其中有一人 用身体为朱元璋挡下九剑,最后换来的却是包绝灭族,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我国古代,大部分开国皇帝都是行武出身,通过屡历战功来获得军权,最后推翻前朝统治,建国立业 即使现在,我们也知道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所以草根皇帝少之又少,而在草根皇帝里面,从乞讨做起的,朱元璋更是独一份 不过严格来说,朱元璋并非乞丐,而是寺庙中的和尚,当时元朝统治阶层混乱,内部争斗不止 再加上文化信仰不同,对汉人压榨的厉害,面对民间的反抗声音,大都市派兵镇压,导致生灵涂炭 百姓苦不堪言,元朝末期,因气候变化,导致中原一带受到小冰河期气候影响,天气反复无常 当时南方大旱,长江流域数月滴水未下,高温干旱,导致蝗虫快速繁衍,引发了蝗灾,而北方却一反常态 阴雨连绵,雨越下越大,导致黄河决堤,南汉北涝,很多地区颗粒无收,灾民饿得没办法 只好一子而食,中原大地已然变成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画卷,朱元璋一大家人的情况更是艰苦 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年迈多病,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够给地主交租呢 第一年旱灾,第二年蝗灾,春天本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朱元璋每天饿得想吃树皮 但附近能吃的嫩树皮早就被扒干净了,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一家人勒紧裤腰带 把能找到的吃食全给了他,没过半个月,父母和大哥活活饿死了 临终前,父母告诉朱元璋,要好好照看田中的稻苗,可父母死后没多久 一场突如其来的蝗灾,彻底断绝了几人活下去的希望,姐姐们还能嫁到有钱人家 混口饭吃,可朱元璋和二哥只能四处流浪,寻求生机,可北方洪涝,南方大汉 根本没有朱元璋的求生之所,幼小的朱元璋跟着灾民一路流浪,路上根本找不到吃的 即使前面有人找到了,早就吃干抹净,怎么可能给后来难民留着 有人见他年纪上小,再加上长得浓眉大眼,于是让他去寺庙试试 或许能找到一条活路,朱元璋历尽千辛万苦,磕头拜佛,终于成为寺中一名小和尚 在寺中,虽说每日被老和尚打骂,但还是能吃上一口热饭,不至于被饿死 可是慢慢的,寺中的粮食也不够吃了 老和尚给了朱元璋一个破碗,让其外出化缘,不要再回来了 说的好听是外出化缘,可外面哪有缘可化,和乞讨别无二致 当时元朝对于各地灾害不管不问,依旧强行征脸赋税 根本不给底层人活命的机会,不少地区开始流传民间宗教 这些宗教组织慢慢演变成起义军 准备掀翻腐朽不堪的元朝统治者,朱元璋也看透了这世间的苦难 一味的承受根本没用,只有反抗才有出路 他很快便加入农民起义军,成为郭子兴手下的一员大将 同时,我们另一个主角又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 同样是农民出身的陈德,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 陈德和朱元璋是老乡,都是现在的凤阳人 在那个动乱年代,老乡二字的含义尤为深重 因为吃同样的水土,受同样的罪 所以陈德一听,自己有一老乡率兵打下了定远 于是马不停蹄赶过去 朱元璋见由老乡投奔,自然十分高兴 将陈德留在身边重用 两人一块上阵杀敌,一块坐起居,相知相敬 关系好的如同亲兄弟一般 在战场上,陈德非常钦佩朱元璋的决策 在战场上无往不利,经常杀的敌军片甲不留 陈德跟着朱元璋四处征战,立下汉马功劳 两人在军中的威信也日渐增长 在郭子兴死后 朱元璋虽然名义上并不是主将 但在军中早已是一呼百应的存在 陈德跟着朱元璋,在长江下游一带 稳扎稳打,囤积粮食和兵力 暗中强化自身实力 这段时期,陈德还和长玉春两人越江南下 成功抢来大量粮草和战利品 朱元璋逐渐收复了长江下游一带 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 相比朱元璋的缓称王战略方针 位于长江上游的陈有亮发展非常迅猛 陈有亮本是一名小将 但他靠着心狠手辣,通过杀人夺权的方式快速成长起来 占领了多处军事重地 还攻占了朱元璋的太平和采石两大兵家重镇 夺下多处城池的陈有亮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想做的并不是割据一方称王 而是吞并天下称帝 而想夺取天下 下一步必然是南下攻打朱元璋 尤其是朱元璋所在的应天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那里土地富饶,粮草风貌 但在南下攻打朱元璋之前 陈有亮就已经等不及了 他在采石提前称帝,国号为汉 陈有亮这一操作 足以见得此人浩大喜功 急功近利 在南下之前 陈有亮还密谋南方的张世成 想要南北夹击 将朱元璋一网打尽 此时的张世成心里十分清楚 像陈有亮这样多次杀人夺权 丝毫没有仁义之人 打完朱元璋后 下一步就是自己 但他又不敢直接拒绝陈有亮 害怕对方恼羞成怒 转而南下打自己 他更知道 朱元璋虽占领范围小 但粮草充盈 军力强盛 两方打起来 说不定谁赢呢 对于朱 陈两方会战 张世成更多是观望状态 想坐收羽翁之力 而陈有亮等 不来张世成的回应 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友 康茂才正在朱元璋身边担任要职 好巧不巧 康茂才刚好给他写了一封信 说朱元璋待他如何不公 来信之中 康茂才写了 朱元璋对自己如何不公 又详细写下了 应天防守薄弱 关卡 收到来信后 陈有亮觉得 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拉拢自己这位旧日好友 承诺 只要事情办成 保证日后荣华富贵 康茂才告诉陈有亮 应天城外有一座木桥 只需派出大船一路东下 撞破木桥 离应外合 必能倾取应天 陈有亮也不多加怀疑 让各大船只倾巢而出 沿江而下 直逼应天 这一路顺畅无阻 陈有亮心中还嘀咕道 难道是上天诱我 狡兔死 走狗烹尘有亮沿着长江顺势而下 很快就来到信中所说的木桥 结果走近一看 这并非什么木桥 而是由千万吨石头累气的石桥 这时 朱元璋从两侧杀出 将来范之敌杀的爆头鼠窜 陈有亮大败而归 但心中极为不愤 于是两方交手数次 互有伤亡 八月份 两方大军在颇阳湖终极会师 当时 陈有亮手握六十万水军 兵强力壮 而朱元璋这边 比对方足足少了二十万 战船都是用小鱼船临时改装的 双方一开始交战 朱元璋这边连连败退 根本不是对方战船的对手 陈有亮剑撞 便率兵追击朱元璋 小船根本跑不过对方大船 眼看着被敌军追上来 漫天剑雨向朱元璋落下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陈德一个剑步冲上来 直接将朱元璋护在身下 足足有九只长剑落在陈德身上 好在身下的朱元璋无碍 追兵依旧穷追不舍 为了引开追兵 另一名将领穿上朱元璋的衣服 毅然赴死 跌落水中 才给众人留出逃跑的时机 逃离升天的朱元璋 搂着身中九剑的陈德 还有无数死在鄱阳湖的士兵将领 心中百感交集 朱元璋见对方的大船 如同铜墙铁壁一般 连成一片 面对如此景象 他想到历史上发生在长江上的 另一起经典战役 火烧赤壁 正好正值秋季的长江上突然刮起东北风 他命人在快船上倒满油汁 点燃后向着敌军冲去 一时间 如同火烧赤壁一般 将鄱阳湖染成红色 陈有亮兵败如山倒 在逃亡路上 被乱剑射死 而身中九剑的陈德 在大夫的精心治疗下 竟然活了过来 朱元璋未表达陈德的救命之恩 向其承诺 夺得天下后 必将保其子孙后代 荣华富贵 活下来的陈德 更加勇猛无敌 跟着朱元璋四处征战 统一中原 建立了大明王朝 而朱元璋最开始也实现了诺言 风赏不断 让其封侯败相 连后代也继承其爵位 不曾想 陈德死后没多久 他儿子 陈永就卷入朝政之中 最后被胡为雍暗牵连 被剥夺了爵位 还被抄了家 陈德这一生 经历过灾荒与战乱 为救朱元璋身中九箭 换来短暂的荣华富贵 死后却被剥夺了爵位 而朱元璋承诺 也算是兑现了一半 至少在陈德活着的时候 没有动手 是非功过 只能留后人凭说 最终陈永亮 被朱元璋围困在了湖中 被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双方就这么打起了消耗战 陈永亮的军队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只能捕鱼捞虾 活成了原始愚民 他也知道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便准备强行突围 但一直到了此时 陈永亮却还是舍不得 他的那些高大战船 最终依然是被朱元璋 以小船围攻 陈永亮只能仓皇逃窜 最终在朱元璋四面八方的围困之下 陈永亮全线溃败 手下的部队纷纷投降 陈永亮自己也身死于乱军之中 就此朱元璋成为了江南诸侯中 势力最大的一支 两年后 朱元璋又打败了张世成 陈德在战争中连克高游 怀寺 军功彪汉 红武元年 朱元璋登基称帝 国号大名 开河南行都督府 陈德为都督府长室 负责当地军政要务 红武三年 陈德又在古城击败了王宝宝 一举俘虏了八万北元士兵 回到南京后 朱元璋封他为临江侯 荣禄大府 大都督府室 岁禄1510 世袭网替 在之后的八年内 陈德又先后跟随傅友德 冯盛等人南征北战 功绩累累 最终在红武十一年 因病去世 朱元璋听闻后 为之落泪 决定霸朝三日 并且追封陈德为启国公 陈德临江侯的爵位 被他的儿子陈雍世袭 陈德儿子陈雍 也是将门胡子 在红武十六年 便是征南副将军 红武二十年 陈雍和冯盛一起出征 但是走到了金山之石 和前来接应的大军 错开了道路 最终被敌人围困 就此战死了 但谁知就在陈德父子二人 相继去世之后 他们陈家的祸患 才姗姗来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赏兴旋